現在是教大家如何更換主機頭 我們有一個是50的機頭是比較小一點的 有一個是80的機頭是比較大一點的 我們在療程當中都可能會有機會 中途會更換機頭 這個位置就是鎖了的 一個橫一個直就是鎖了 我們每一次更換機頭就會向一個解鎖的方向 現在是直和直對著 這樣就可以解鎖 這裡有一條坑我們用手指甲慢慢移出來 直拔就可以拔到 每一個機頭可以看這個位置有一個凹位 喉那邊有一個位置有一個凸位 我們每一次更換機頭的時候 都是要凸位對正個凸位 接著直插進去 聽到啪一聲 接著再上鎖 就完成這個更換機頭的動作了